打击乐其实在这个乐团中是一个点睛之笔 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音色 疫情期间我们没有什么演出 就宅在家里 就喜欢自己弄一个一个人的乐队 拼一个九宫阁 比如说用架子鼓打一个鼓点 然后用马林巴来打一段旋律 最后把它们剪辑在一起 效果出来是非常酷炫的 一个人分事多绝 眼前这个正在剪辑音频的24岁女孩名叫季杰 是北京三里屯一家城市音乐厅的专职打击乐手 疫情的来临 令音乐厅的演出一度全部取消 在宅家的日子里 她创立了艺人乐队 将音乐作品发布在网上 这边是旋律 这边是伴奏 自己还切了个镜头 喜欢打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流行歌 网红网络的新的那些神曲啊什么的 也可以网络上发一发 其实网络上的这些东西 其实是更被大家所接受 因为录视频嘛 当然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 他要先看到 先认识这个乐器 他才会去想了解更深入的东西 所以我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其实更多的是考虑到听众想听什么 进入季节的音乐工作室 琳琅满目的打击乐器 占满了整个空间 介绍起自己的音乐宝贝 季节如数家珍 其实呢 他这个打击乐整个分为两大类 像在乐团里面 如果需要打击乐出一段旋律的话 就是用这个键盘类乐器 键盘类乐器里的老大哥 大哥 马琳八 还有大家最常见的敲击类的 鼓类的 咱们打击乐器 少说一百多种 我平时在乐团会用到的就有十多种 这个乐器就是演奏海德威编奏曲 最前面一段的钢片琴 它的声音非常空灵 像八音盒一样 可以给大家来一句 就来一小句 随着疫情的好转 音乐厅的演出已经陆续恢复 季节除了日常在工作室里 录制歌曲 向大众普及打击乐外 一周里有三天都会在傍晚前往三里屯 参加室内乐团的排练和演出 像我们迎着夕阳上班 是一般朝九晚五的人感受不到的 他们都迎着朝阳 我们迎着夕阳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大家也是最后还在准备中 马上就要上台了 今天乐会正式开始 希望大家喜欢 爱乐之城电影系列主题曲 宫崎骏动漫主题曲 这些耳熟能详的乐曲 被改变成交响乐 在城市上空悠扬 季节说 与大型音乐厅不同 小型的室内乐 让乐手与观众的距离变得更近 这种音乐沙龙的形式 令他在演奏时能得到观众的实时反馈 增加了音乐的互动性 在大剧场我们那个舞台很大 离观众很远 其实有的时候就像一个独角戏 在沙龙这种的其实离观众更近 我们能更好地跟观众有一个互动 比如说他听到这个 他可能小声地发出一声惊呼 wow 类似于这样 这个就很容易被收到 可能之后就会融入到 我们之后的演出过程中 不论是创立艺人乐队 还是在音乐沙龙做打击乐手 季杰说 他的初衷都是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打击乐 引发人们对于音乐的兴趣 在茶余饭后能够走进音乐厅 感受交响乐带来的魅力与震撼 我们这个音乐会在这个繁华的商圈里面 其实就是开辟了一个非常安静 静谧的小角落 可以让大家在工作完了之后 很疲惫的时候进到音乐厅来 安静下来静下来 我也希望我的这个音乐 可以为都市中繁忙的人的生活 多增添一点不一样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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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